大家好我是日秋風 又來到我們minecraft生物學的時間啦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借福棒 你可能不知道借福棒的時間是 我們開始啦 首先第一點 我們的借福棒是目前為止 最晚加入到minecraft的終界生物啊 現在在終界的生物一共有三種 終界使者、終界龍和我們的 借福棒 1.9的時候隨著終界更新加入的齁 現在已經1.18了 1.19 相信應該也不會更新終界喔 所以 那個最晚加入minecraft終界生物的頭銜 應該還可以再保持好一段時間喔 第二點 我們的借福棒 長得有點像指破磚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麼覺得啦 當初製作群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是想把它接近指破磚的時候 就變成指破磚 接近終界石的時候 就讓它有類似終界石的外殼啊 沒錯就這樣 有點會隨著環境而變色 為什麼沒有這樣設計 痾 得出的理由也蠻好笑的 就是 因為代碼太難寫了齁 所以 就放棄了 第三點 我們都知道 打借福棒會掉借福殼 你想要更多的借福殼 你可能會用掠奪 掠奪3 來打借福殼齁 跟大家講一下 在Java版裡面 那個 增加的是機率啊 你不會打出 比較多的借福殼 一個借福棒 最多就是掉一個而已 附上掠奪 只是提高它的掉落率 但是在我們的基岩版 就不是這樣了齁 有掠奪的劍 可以刷出 比較多的借福殼 如果掠奪3的話 最多可以噴4個4個 讓我下去拿一下 一口氣 就有4個了齁 第4點 我們的借福棒 可以像羊一樣 直接染色 是真的 不過這個功能 只有在機岩版本才有 在Java版 就沒有辦法像機岩版本一樣染色了齁 真的太可惜了 如果你在Java版本想拿到染色的借福棒 就要用指令召喚喔 第5點 我們的借福棒 是沒有辦法阻止你去睡覺的齁 不過 不過 你能在借福棒旁邊睡覺的機會 應該為乎其為吧 第6點 我們的借福棒隱形之後 是長這個樣子的 跟我們人隱形不太一樣齁 借福棒隱形保留肉身啊 我們是肉身隱形保留外面的盔甲 借福棒更好跟我們相反 第7點 我們的借福棒碰到水 是會傳送的齁 承襲終界的優良傳統 既會傳送又怕水 第8點 在和平模式之下 我們的借福棒不會消失齁 不過也不會打炮彈來攻擊你啊 第9點 我們借福棒打出來的借福彈 是可以用任何手段破壞的齁 表示你拿雪球丟 也可以把它打掉齁 拿雞蛋也可以齁 空手啊弓箭武器 全部都可以破壞這一個借福彈啊 第10點 在1點17更新之後 我們的借福棒受到借福彈的攻擊 就有一定的機率 再生出一隻借福棒啊 也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吸引著借福彈 一直讓它打到借福棒 借福棒就會越來越多隻啊 以上就是你可能不知道 關於借福棒的十件事了 講到這裡 官方 終界 該更新了啦 只有三種生物 確實有點太少了齁 是該好好更新一下了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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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